我妈的爱梦 三个世线 一年才能够来这家孤单老人 这都是你的朋友 这没这么多朋友 这都应该还敢生中会 这应该是所有老人的心声 一边哼着日剧时代的童谣 93岁了老母亲 直婷婷坐在床头 打毛线 女儿望着她 像是掉进回忆的黑洞 却无能为力 我七十岁没想到照顾她 因为吃的方面没问题 因为我们家有外劳 但是洗澡大家拿她没走 不错啊 毁了老 大家都很老 大家都毁了很漂亮 这是宜蘭以改安养院 母女的故事 其实是许多家庭的缩影 比较多了 吃的 这家吗 这家吗 我们一家这么苦 也不知道这家谁的 那家里还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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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要緊 而自己的拍間安撫母親情緒 患有失智症的來討罵 這一天從安養院回家探室 他過去一手經營兩個營樓 穿金帶銀光鮮華麗 領老他卻忘了自己多有錢 甚至忘了我是誰 我自己連一家人也沒有 我只能給他賺錢 開兩間 帶不走的財富 如今全歸兒女一下 安養院進進出出 他的大半青春 都和金光閃閃的飾品圍伍 哪一家人比較喜歡 兩家人都一樣 你不去哪裡 這家人是一家人 我今天這麼多 但當進入豐竹殘年 純金打造的黃金界 還比不上安養院長送的塑膠紙環 人生至此 陪伴成了來討罵心裡最真切的渴望 牛奶好不好 只是能和來討罵一樣 想家就回去看看的老人 畢竟是少數 多數躺在病床上 靠鼻胃管吸收營養 因為久病不遇難照顧 許多老人 終究被送進安養中心 成了人生的末班車展 三代同堂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可是往往給予現實的考量 經濟的考量沒辦法 因為孩子都要外出工作 台灣的高齡人口翻倍成長 放眼淫欄 這個以農業起家的縣市 到103年為止 老年人口有64000多人 佔全縣13.9% 有1600多人被安置在安養機構 當中不乏高射精背景的工程師、律師 養老院的悲歌年代 不只是現在進行事 也是未來事 我86歲了 夠了 對不對 還有什麼好想的呢 唉 人啊 該到走的時候 就不要去留念他們 當老有所終 兒女隨時在側變得不易達成 安養機構也許提供另一個選擇